好不真实 我们现在在办理登机 服务特别好 就是它已经帮我们check in好 而且还把Visa打印出来 它机场的工作人员还帮我们 已经预定了两个靠窗的 可以看到喜马拉雅和珠穆朗玛峰的位置 这被安曼的服务惊到了 已经开始登机了 但是人好少 为什么呢 因为布丹每年限制8000个游客入境 也就是说每天入境只有几十人 布丹的飞机的标 跟他们国旗是一样的 我们看一下就是 武丹航空公司的官方杂志 翻开的一页就是卖成草的 那是跟西藏一样的 然后又是卖成草的 然后他们的银行居然也有APP了 看来还是挺电子化的 那我们现在在穿越西拉拉雅山 没错就是它 这是土木朗玛峰 天呐 这个太考虑飞行员的水平了 真的就是直接贴着这个山峰降落了 我们现在在去酒店的路上金埔 对然后给了我们一个纪念品包包 这里边有吃的有消毒精 而塞还有防晒霜 因为他说这边太阳真的很 提醒我们出了一定要做好防晒霜 这边海拔特别高了 然后就有点可能会有点高翻了 导游跟我们说 布丹的第一条路是1961年建的 在这之前都没有摆入路了 所有人都必须走 所以说就还挺神奇的 现在是进入他们的首都的边缘了 都没有高楼大厦的 因为他们这边的规定 首都的政府的规定 就是最高只能建六层楼 岩布是唯一一个 就是全球的唯一一个首都 是没有保留到的 最大最大 OK 谢谢 到完啦 这是大唐 然后刚刚给我们献了 洁白的哈达 现在来喝一个我们的欢迎茶 以后印度也来的就是一片原始森林 非常的美这个景色 然后它整个的一个装修风格呢 就是这种参考比较原始的这种小木屋 然后应该也是当地 这个比较传统的一个装修方式 这边还有一个非常传统的这种壁炉 是真的要加柴火去烧的 躺在这边泡澡 然后那边你可以把中午开开 才能看到一点外面 一个小的休息区 然后洗素台 也是有两个人一个招呼跟打架 然后这个就是放壁炉里的这个柴火 这么一袋荒就怕你不动双 它还是用的这种辣 温墙 and oms 这个是就是当地的 mister and miss的叫法 然后一个总经理收写的 到房间稍微整理了一下 然后现在在酒店大堂吃个便饭 因为马上要去探访一位比较重量级的人物 不单的前任首相 虽然他已经卸任很多年了 但是在他在任的期间呢 他是大力推动了这个 Girls National Happiness 就是全民以幸福指标为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政策 所以我们听听他对于幸福的一个看法 看起来已经采访完前首相 他还开玩笑说我们俩的名字念起来很像 因为我是石英 他是sharing 真的还是有点像 非常非常博学且有智慧的人 然后一开始呢 有那么稍微一点小元素 因为还不熟悉 到后面真的很和蔼 我们走的时候他还一直目送我们 直到我们上车 然后还跟我们着着走才离开 蛮有收获的吧 我觉得 我们现在换上了不单当地的传统服饰 然后呢 马上五点钟了 他们有一个唱歌跳舞的这样子的一个传统活动 所以我们就穿得跟他们一样去参加 然后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是他们平常女性每天都会穿的这样的一个 不能说变装 但是是比较松石版的传统服饰 因为他们有一个规格更高一点的 然后那个比较难穿 它有点类似于像是一个胶领玩 但是里边没有扣子 是用别枝别上的 然后下边这其实是一块布啊 然后裹了好几层裹起来的 还是挺好看的 对吧 蛮有当地那味儿的 现在这个就是他们的传统歌舞表演 可以欣赏一下不丹的传统音乐 这个有点像个二胡哈 中间那有点像个阳琴 是一定的 我们回到房间了 然后一如既往的安曼每次都会送上小礼物 安曼Junkie的一个T-shirt 因为我住了七家了 所以我可以成为安曼Junkie 书签 然后一本关于佛教的书 你想打开才能提借吗 来 给大家看一下 上面就写着安曼Junkie 可以啊 可以可以可以 终于吃上晚饭了 今天有多疯狂 知道吗 我们四点钟就起床了 然后七点坐飞机 九点钟到印度转型 然后十一点到眼部 然后吃饭 然后去采访前任总理 然后下午还换了穿透服饰 还看表演 这个辣椒是一整只 我刚才还开了个会 现在终于吃饭了 饿死我 来看一下我们的 当地美食 不说了 我先去干饭了 在明天见 我们顺利迎来了 Day 2 然后马上出天早饭去爬山 今天穿了我的 安曼Junkie 嘿嘿 我们现在到山顶了 这边海拔就比较高 大概有2500 我们现在就要从这边徒步 所以出发 希望我走到一半不要高翻 看到山顶有很多这个金帆 一定要挂在山顶 因为这边风比较大 借着风的力量传播到四处 然后呢 他们的这边的番茄 有五个颜色嘛 就是跟五行 根据五行 就是要根据你自己的属性 比如说你是属水 还是属火 我们现在就一路这样走过去 大概一个多小时 两个小时 然后走到我们下一个 要去看的那个寺庙 哇 猫咪上树 这儿的猫可不怕上树啊 他们灵灵的很 就是来偷苹果的 远处的岩布 这就是他们的首都 最大的城市的规模 就这样 这个是布丹的佛塔 跟其他地方的佛塔 不太有 他们是这种正方形的 这座寺庙起初建起来 是在大概17世纪 但是因为2011年 尼泊尔的大地震嘛 所以震塌了好多 这个上层大概都是重修的 然后寺庙门口有很多石子 这石子是干嘛的呢 不是莫名其妙在这里的 因为当地人每走一圈 他们会拿一个出来数数 然后他们可能会走200圈 甚至300圈 那就要用这些石头来数他们走多少圈 进去要脱鞋 因为里边神圣的地方 不能把它弄走 所以我们鞋放在这儿 进去了我也穿着百万 好里边就不能拍了 咱们就最后看一下 然后相机放在这里了 这玩意儿的叫声 太逗了 这是他们的国家保护动物 英文叫Tuckin 中文不知道叫啥 这只是在喝水呢 它看着特别假 我刚刚以为这是个雕塑你知道吗 大佛脚像 就这样拍就能看到它 真的很高 造这个佛像 还有它下面的那个庙 总共花费一亿美元 就是他们这儿 原本有一个庙 很久很久以前 因为各种原因吧 自然原因 这个庙后来就没了 他们当地的高僧就预言说 这个庙会被重建 然后而且会比之前更辉煌 但是一直就是没有实现 那直到后来遇到了有缘人 就是这两位新加坡华人 然后就把这个佛建成了 纸 这个纸就是已经做成的样子 在等待晒干的 最后一步就是放这个炉子上烤 看这射牛正 去给当地小姑娘拍照了 直接问人家能不能给你拍照 这小姑娘长可好看了 笑着超前 学楼满地都是学生 他们这边当地的校服 也都是这种传统服饰 真的还挺好看的 我觉得 当地交警指挥交通 我们在做最流行的事情 Citywalk Citywalk 布丹坎 这里边就是他们的市中心广场了 两边的节点 大概居民的生活 也就是这样了 非常的朴素 但是挺开心的感觉 居然 看到了 不丹本地的电影海报 这是个中餐 还是个日餐 我也不确定 中餐日餐被他们混在一起了 小巷子 小巷子 还是厂 UNIQLO UNIQLO 其实他们这是耐克啊 阿迪啊什么的 都是有卖的 嗯 一样的 这个是当地的银行 他们的国家银行的总部 当银链 哇 留学中介啊朋友们 澳大利亚 加拿大 英国 印度 还有苹果店代理 嗯 他们这 挺多人也都用苹果手机的 我看了 苹果真是不恐怖啊 来现在体验一下不丹当地的传统工 呃 他们这边的工跟 我们复合式的这种工不一样 它是纯木的 没有这种固定器的 这个靶现在是一个30米的距离 而且靶心非常非常的小 我已经射了两轮了 都在这个靶附近打转 一直射到沙袋上 看这边拉工的方式也跟复合式不一样 复合式是这样嘛 这样这样拉着就是据瞄准 这边是先瞄准 然后很快 像剥弦一样 立刻把它射出去 射树上去了 上沙袋了 青岛 富丹的National Store 就是他们最喜欢的那名主义者 所以人人都是设计猛火机 almost 没力气了感觉 我也觉得有点 要不要我来 毕竟已经设了 要不要我来 你来 嗯 你来 嘿 你来吧 我来整肢 对 ming 你 养 未经厨